醒目一响啊,咱们是继续开书,这小河卓十列联营,把赵慧啊,就围在了黑水营当中,这好在呢,诸天神佛保佑,这赵慧在黑水营里啊,各种困难都能够得到化解,这里边呢,其实啊,它有两个原因,一呢,确实有运气的成分在,这最主要的呢,我认为啊,还是这对手啊,他比较软弱,这小河卓呀,他是既无降财呀, 更无率财,在这个兵法谋略上啊,诶,实属啊,就是一个外行,您看呢,他干的这点事,往这个地势比较高的黑水营啊,饮水,想要水淹黑水营,结果呢,不但没淹成,反而解决了这清军的饮水的问题,从这个低处啊,往高处挖战壕,想要偷袭清军大营,你就没想人家那儿住有几座高台,诶,这高台啊,还不是清军住的,是原来啊,这缠毁, 为士兵建筑的高台,结果呢,就被这清军抢占了,被人家发现之后啊,又烧死了不少抢弓的士兵,最让人哭笑不得的,那就得说呀,往这营里送子弹了,这赵慧呀,玩了一出啊,大清国版的草唇借鉴, 所以说呢,到现在啊,我都得替着小河卓叹息一声,就您这脑子,这点掏掠,还造什么反呢,听你哥哥大河卓波罗尼都的,哎,投降大清也就完了,昨儿咱们叔说这么热闹啊,哎,这是发生在黑水营前线, 是发生在这叶尔强城下,要说呀,远在阿克苏的清军的这些后援呢,对这些事情啊,是一点都不了解,那么说,就没有人想到过去闯重围,联系联系赵慧吗? 您还别说还真有,这恶队河卓领着人呢,去接收这河田六成,接收已毙呀,这恶队河卓就试图派人到黑水营去联络赵慧, 结果他派过去的人,告得这叶尔强城附近,发现黑水大营啊,被缠回部队是团团围住,想了很多办法啊,冲不进去, 于是只能翻回头回到了河田,把这些情况啊,一五一十就跟这个伯克恶队讲了, 也就是说,从十月初六这赵慧被围,一直到十一月份,哎,没有人知道这黑水营里到底是什么情况, 其实这事啊,挺重要的,无论是阿克苏城里的舒克德,还是这河田城的恶队伯克,都急于知道啊, 这黑水营内的情况,这战场上啊,不能负人之人,这黑水营啊,可救不可救, 这营内的士兵以及将官呢,到底伤亡情况如何,决定于啊,这些个清军, 如何安排之后的作战部署,就在这大伙啊,没有黑水营的消息,正在都转腰子的时候, 哎,就在十二月初三这一天,有这么一个禅回啊,从这叶尔羌城就逃回了阿克苏城, 这个禅回的名字叫做托克托莫特,这个人呢,是个乌石人,他一直啊,在这个霍吉斯弟弟阿布都里木, 手底下啊,做马夫头,哎,他有这个手艺,他自称啊,是这个象马的高手, 所以啊,这阿布都里木,才把他留在真边,和他一起镇守这叶尔羌城, 谁也没想到这霍吉斯啊,就在乌石城啊,他投降了清军, 这小和卓回到叶尔羌,对这些人能好得着吗,先是把这霍吉斯所有的亲戚都关进了水牢, 就是因为啊,这托克托莫特呀,有这个象马的手艺, 所以这小和卓才允许他呀,还做原来的马夫头,继续呀,给这个小和卓筛选战马, 要不说到什么时候有一门手艺啊,这都是关键的, 因为啊,他本就是霍吉斯的人,这霍吉斯啊,投靠了清廷, 他在叶尔羌城中啊,时不时的呀,就受奚落呀,挨白眼儿, 甚至有的时候啊,还受到点人身的攻击呀,以及威胁, 所以这哥们呢,他找准机会就逃回了阿格苏城, 当然了,这些个话呀,还是他自己说的, 这会儿并没有人能给他证实, 舒克德得知这个消息之后,立刻就派人呢,把他叫进了帅府, 那第一个问题呢,肯定就是这黑水大营啊, 到底背没背,这小和卓的缠回大军攻下来, 这哥们一句话呀,就让这些人呢,把心都放回了肚子里, 他说,没有,这紧接着就得问他, 这大小和卓到底有多少人吗, 这哥们说了,说这个大小和卓呀, 在叶尔羌城下围困黑水营的, 得有啊,这一万七八千不到两万, 其中啊,这一万多人马呀,是小和卓货迹站, 原来叶尔羌城内的冰丁, 还有赶来的五千人呢, 是这大和卓波罗尼都带来的, 也就是说呀,这现在围困黑水营的, 至少至少有一万六七千人, 直到这会儿大伙才知道, 哦,原来这大和卓波罗尼都, 他并没在喀什嘎尔, 也跑到叶尔羌, 协助这小和卓呀, 围攻清军大营, 那紧接着就得问这战况如何了, 接下来呀,这哥们招对的, 那得说呀, 是他所介绍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了, 他说自十日初六, 这大小和卓的缠回军队围困了黑水营, 双方啊倒是建了不少的仗, 不过都是阵地战, 清军呢虽然没能突围出来呀, 但是也没吃什么亏, 这一僵持下来呢, 就是三十多天, 可有这么一天啊, 这大小和卓突然就接到了一份战报, 这战报说呀, 这喀什嘎尔告急, 有这个布鲁特人呢, 就攻打了喀什嘎尔所属的英嘎萨尔城, 这听完之后啊, 小和卓倒是没说什么, 这大和卓可急了, 这喀什嘎尔啊, 可是大和卓波罗尼都的根据地, 他一听说啊, 有人进攻着英嘎萨尔城, 他可就着急了, 他看了看这小和卓说呀, 那兄弟你看这事怎么办呢, 这小和卓说呀, 那还能怎么办呢, 应该是派兵回员, 我看呢, 这黑水营当中啊, 应该清军的数量也不多, 所以说呢, 咱们抽调人呢, 去解这英嘎萨尔城之围呀, 我看呢是不成问题, 不过呢咱们得探听清楚了, 他们来了多少人, 到底呀是为什么来攻击咱们, 咱们得弄清楚了吗, 就当啊这哥俩正山龙对策的时候, 当日吴叔可在帮玩出了事了, 这清军呢没有任何征兆的, 就开开了营门从大营里冲了出来, 一路冲杀是连杀人带放火, 广是烧毁营帐啊, 就烧毁了六十余座, 一口气啊就拿下了这大小合卓两座营垒, 好可怜, 这两座营垒六十多顶帐篷里边的敌军就被清军杀了一多半, 这大小合卓呀吓坏了, 还以为这清军呢要组织人突围了呢, 可是啊还没到这个定更交谷, 这清军呢并没向前突袭, 稀里呼噜的又回黑水营了, 按说呀这清军并没有向前突袭, 对这大小合卓而言呢应该是好事, 可是不然呢这哥俩呀倒坐不住了, 他们有个琢磨劲啊, 这天下有如此巧的事吗, 今天早晨呢刚有人来报信, 说这布鲁特人攻击了我的英嘎萨尔城, 怎么着这天刚一擦黑, 这清军大营里也有了动静, 他昨天不突围, 前天不突围, 怎么单单的, 就在今天这布鲁特人攻打我们的时候, 他们突围了呢, 这呀一定是他们串通好了的, 所以说呀咱们围营啊一定是有疏漏, 怨不得呀这清军被咱们围在黑水营当中啊, 饿不死也打不赢, 弹药还使不完, 他们不是神仙呢,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, 怎么回事啊, 别人不知道, 我知道啊, 这赵慧他虽然不是神仙, 这大小合卓的脑子不够使啊, 才是关键原因, 这哥儿两个呀, 在这大帐里足足商量了一宿, 待到第二日天明啊, 才想出了主意, 这要紧的呀, 就是先拨出一哨人马去解这英嘎萨尔城之围, 这然后呢, 咱们和这个黑水城里呀, 求和吧, 这大合卓亲自执笔呀, 写了一封出信, 命人缠在了剑杆上, 就射进了清军大营当中, 这主题呢, 无非就是拔个字, 愿送口粮, 彻为相见, 那么说就这么简单吗,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了, 因为呀, 刚才咱们说这一大段啊, 那可都是托克莫托说的, 要我说呀, 作为一个马夫头, 能够知道这么多呀, 就已然不错了, 可是呀, 这赵慧营中啊, 就传出来一句话, 不同意, 也就是说呀, 这赵慧的意思是, 我既不同意和谈, 也不要你的粮食, 听到此处我这舒克德呀, 算是说了一口气, 为什么呢, 因为他知道了, 现在为止啊, 这黑水营还没有被攻破, 并且这大营当中啊, 清军也没遭到什么实质性的攻击, 并没有多少损失, 可是提到了粮食, 这舒克德大人呢, 赶紧就问, 那么这黑水营当中, 到底还有没有储粮呢, 这哥们说呀, 这事我还真知道, 从这个黑水营当中啊, 也跑出来过缠回, 被这小合拙的部队擒住之后啊, 一审问才知道, 这营里现在呀, 不缺粮食, 啊, 这舒克德一听啊, 都愣了, 被围了这么些日子, 这营里竟然不缺粮食,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, 这人接着说呀, 我听说呀, 这赵慧军们呢, 在这黑水营当中, 就挖出了回人所藏的粮食, 据说呀, 有160教, 并且呀, 这清军呢, 在外边抢了战马一千多匹, 骆驼一千多头, 所以说呀, 不缺粮食, 并且在我回来之前, 我还听说呀, 这大合拙波罗尼都得到战报, 听说呀, 来攻打他英嘎萨尔城的布鲁特人呢, 可不是少数, 于是呀, 他就带上他的五千人呢, 回元喀什嘎尔了, 走了, 就给这小合拙呀, 留下了二百名骑兵, 换句话说呢, 现在围困黑水大营的, 就只有这一万多人小合拙的部队了, 听完了这些话之后, 这舒赫德呀, 多少的稍稍放了一点心, 最起码赵慧带着合营将士, 先在恶州, 其次呢, 这围营的陈回兵啊, 减了数量了, 那自然是好事, 对贝贝的清军而言呢, 自然压力就小了, 可是现在呀, 有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, 这哥们说的, 他是实话吗, 真的就像他说的形式, 就这么的好吗, 真的假的也好啊, 这舒赫德呀, 他可没有权利做决断, 只有一五一十的写了一刀奏折, 就发到了北京城, 如实的禀报给了乾隆皇帝, 乾隆皇帝读完这封奏折之后啊, 也是一头雾水, 他觉得这话呀, 也不可全信, 怎么听着像是天风夜谭呢, 这天下的好事啊, 都让赵慧一耳赶上了, 好眠的在这黑水营里啊, 就挖出一百六十叫敌人所藏的粮食, 嗨嗨嗨嗨, 让人出城之后啊, 抢了马一千匹, 驼一千封, 不对呀, 前方都恶对呀, 想派人进黑水营, 和这赵慧联络都不行, 这营来的清军, 是怎么出来抢的马和骆驼呢, 这赵慧派出来送信的五名勇士, 就是那个武士宝他们, 可说了, 这缠回大营啊, 对清军封锁的是极为严密, 他们也是啊, 且打且跑, 在这连营当中差一点, 就堪堪费命, 仗着他们人少, 又是四面突围, 这才冲出了连营, 很难想象啊, 这赵慧派出人来, 抢了驼马, 再安然无恙的赶回去,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决定, 这托克托莫特呀, 说的这些话呀, 咱们能信的信, 不能信的, 咱们可别信, 最起码啊, 被围的清军打了胜仗这事啊, 咱们得信, 于是这乾隆皇帝特指批下, 将军赵慧等, 攻夺贼人迎来, 祸及战等, 丧胆求和, 赵慧则令输成入戒, 持准纳款等于, 举动雄伪, 甚属可嘉, 在质疑的最后啊, 对这个赵慧, 额敏合拙, 祸及斯, 明锐, 温布, 游豚等将领啊, 是一一做了奖赏, 实际上这乾隆皇帝也知道, 再怎么奖赏啊, 这信啊, 也传不到黑水营去, 奖金呢, 也发不到他们的手上, 无非啊, 是借此事啊, 鼓舞一下其他兵士的气势, 那么说这些事都是真的吗, 哎, 按说啊, 得转过年来之后啊, 赵慧从黑水营里得救, 突出重围啊, 这些事才能够得到证实, 可是呢, 这看书的是我, 说书的是我, 听书的是您, 要知道这些事情的真假呀, 咱们把这文献往后翻粉, 不就知道了吗, 再者了, 如果搞不清这些事情的话, 咱们怎么知道这赵慧到底吃没吃人呢, 那据说后来赵慧说, 这仗打了没有, 哎, 是真打了, 并且这仗打得很漂亮, 真如这个托克托莫特所说, 也抢了迎债了, 也杀了敌军了, 然后这大小合作来起降啊, 也是真的, 哎, 怎么就那么寸, 当天呢, 就真有这布鲁特人攻打英嘎萨尔城这事, 咱们呀, 说了半天这英嘎萨尔城了, 这地儿到底是哪儿啊, 这地儿啊, 就是今天的英吉沙县, 我想啊, 很多没去过新疆的好朋友, 都能知道这新疆啊, 它有个英吉沙, 这个地方的出产呢, 是那种啊, 既漂亮又锋利的英吉沙小刀, 这学徒我没去过英吉沙呀, 可是我也有一把, 不过呀, 在这儿不方便给您展示, 所以说这大小合作呀, 才以为, 这布鲁特人呢, 和这个清军大营当中, 暗通困曲早就商量好了, 一同攻击他们, 可是啊, 真不是这样, 就是巧了, 因为这大小合作呀, 本来就跟这个布鲁特人有仇, 双方啊, 互相的打鼓草, 抢劫对方的商队, 其实这回呢, 这布鲁特人兵发着喀什嘎尔啊, 就是想打秋风, 赚点福瓦, 这一误会不要紧呢, 那就是起祥, 给这个赵慧写信的, 还真就是这个大合作, 这波罗尼都在信中啊, 装傻冲浪, 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呀, 好么样的这清军呢, 就攻打了库车城, 怎么了就打我们来了, 可说呢, 那会儿我呀, 人在喀什嘎尔, 从喀什嘎尔叮叮的跑来之后啊, 才知道我兄弟呀, 跟清军打起来了, 那也是清军先打的库车不是, 你都打我了, 还不允许我们还手吗, 不就是让我去北京城进监大皇帝吗, 没问题, 咱们先停站再说, 这赵慧看到了这封信之后, 是没站在大合作波罗尼都的对面, 要是站在对面啊, 肯定一口老痰就催他脸上了, 这赵慧心了会儿说呀, 装王八蛋的多了, 就没见过装这么圆的, 哦, 无缘无故的就打库车了是吗, 那么你先告诉告诉我, 我们派到这个南疆来收税的阿敏道是怎么死的, 那他可是钦差, 这大清国呀, 有法, 有王法, 杀钦差呀, 就等于谋反, 哦, 你不杀了钦差, 我们就来打你了吗, 你现在想和谈呢, 不是不行, 可是啊, 跟我这说不灵了, 你得呀, 把这小河卓祸鸡站和那个你们的狗腿子阿卜都科勒木一起呀, 绑起来, 打球车装木龙, 你亲自押送到北京, 你们该得什么罪呀, 那得由我们的大皇帝乾隆皇帝说了算, 其实我们大皇帝早就开了天安了, 说这里边啊, 没有你大河卓波罗尼都什么事, 你呀, 还是算可以教育好的, 这罪魁祸首就是小河卓祸鸡站和阿卜都科勒木, 本来呀是有一道圣旨给你的, 可是啊, 找不着你呀, 得了, 今儿借这机会呀, 就给你算了, 于是啊, 来送信的这名沉回信使, 这回算是有事干了, 来的时候大河卓这封信呢, 是怀里揣着来的, 回去拿圣旨啊, 可不能再揣怀里了, 这赵慧呀, 临时给做了一抢盘, 哎, 这董行的朋友您别乐, 您看呢, 这饭馆里伙计上菜的那东西啊, 叫抢盘, 也叫做油盘, 就是几盘菜呀, 放一大托盘里, 学徒我呀, 市井出身, 所以说那东西叫什么呀, 我知道, 叫抢盘, 到这儿了, 那庄圣旨, 那盘子叫什么呀, 我不知道, 所以说呢, 干脆就用这个名吧, 抢盘就抢盘吧, 这哥们儿啊, 端着抢盘就回来了, 可是呢, 自此以后, 大小合作这方啊, 就再无消息了, 不过呢, 也是自此以后啊, 这缠回为营啊, 是为而不达, 也没再有啊, 实质性的进攻了, 关于呀, 这一百六十叫粮食, 和一千匹马, 一新疯骆驼呀, 这赵慧说呀, 这是谁吃了灯草心, 放的这种青秋屁呀, 这粮食啊, 在黑水营当中, 确实是挖出来了, 因为咱们前边就介绍过, 这南疆蝉回呀, 确实有这个藏粮食的习惯, 这黑水营这块呢, 地势高又比较干燥, 所以说在这儿藏粮食啊, 不新鲜, 这赵慧说呀, 也确实挖出了粮食, 也不过二十余处埋藏, 每一处啊, 也不过就是一弹, 或者是两弹, 那么这一弹到底是多少粮食呢, 这一弹呢, 为石斗, 那么石升呢, 为一斗, 您也听出来了, 这升, 斗, 弹, 都是容积单位, 那它到底多重啊, 那完全取决于它装的是什么, 所以啊, 咱们保守都估计一下, 无论是什么粮食, 也不会超过四千斤去, 那这赵慧君中呢, 一共有三千多人, 可能有三千一二百人吧, 四千斤粮食呢, 每个人才合一斤多一点, 虽然说呀, 能解燃眉之危, 但是啊, 也管不了太大的用, 这呀, 就是赵慧君中粮食的情况, 呃, 您是不是等着呢, 等着听吃人呢, 我要是这会儿一拍这小目睹说要之后事如何窃听明天分解, 我是不是得打这一球的踢分呢, 得了, 我呀, 还是把这事儿啊, 给您说说吧, 今天呀, 咱晚点晚点, 那么说这件事儿是从哪传出来的呢, 首先说, 大清国的官方史料, 也就是最可信的凭准方略上啊, 呃, 没记载, 这圣武记上呢, 也无非就是说呀, 赵慧绝教得宿, 三月不困, 贼害为神, 这里边啊, 也只是夸张的说这赵慧得了粮食一吃吃撒月, 实际上后来赵慧说了, 没那么些, 笑亭杂录里则写呀, 营中绝得教宿数百蛋, 烧赖一击, 这明显啊, 都是传说, 因为这赵慧根本就没得到那么些的粮食, 并且呀, 谁也没提得马和骆驼的事儿, 还是那意思, 人都出不去, 怎么抢得的马匹骆驼呢, 所有文献都没提到过赵慧吃人, 唯独笑亭杂录, 这笑亭杂录的作者呀, 叫赵莲, 他姓爱心觉罗, 他呀, 这个出生在乾隆年间, 可是啊, 他绝大多数时间是活在这个嘉庆朝, 他原来是个王爷, 后来因为虐待下人呢, 就被夺了绝, 这王爷的红宝石顶子一枚呀, 这位呀, 到图治了, 再加上啊, 踏实的写书, 写出了笑亭杂录, 笑亭叙录, 这些个书啊, 虽然算不得史书, 但是啊, 记载了清代呀, 以及八级的很多故事以及习俗, 怎么说呢, 相对准确, 这书上所记之事啊, 很多学者今天呀, 也经常引用, 可是啊, 唯独说到赵慧的黑水营之围上, 有这么一句, 各并每成间出, 掠回人充实, 或有夫妇同裸治者杀其夫, 既令其妻主之, 夜则见枕席, 明日夫肉尽, 又杀此妇一时, 被杀者皆莫然无声, 听烹歌而已, 哎呀, 无论是谁呀, 看到这一句呀, 我觉得都得心头一紧, 后背发凉,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, 说这个清兵啊, 被围困到没有粮食的时候, 就出去呀, 掠夺这个回人回营, 那么说逮这些回人干嘛使啊, 吃, 有的时候啊, 一逮呀, 逮一对夫妇, 于是呢, 就让这个女子啊, 烹饪她丈夫的肉, 到了晚上啊, 这位女子啊, 还得沦为这些清军的这个解语工具, 等到转过天来呀, 这丈夫的肉吃没了, 然后啊, 再把这媳妇弄死, 接着吃, 这些人呢, 都像带宰羔羊一样, 任其你摆布啊, 也没有什么反抗, 您听了这个解释之后啊, 您是不是也感觉挺恐怖的, 可是啊, 这昭连为什么在书里要这么写, 如果要是真的还责罢了, 如果不是真的, 哎, 那什么原因, 我就不知道了, 那既然咱们说书聊天嘛, 咱们就得分析一下啊, 这句话的可靠性, 首先说是昭连写这本书的时候啊, 那这战争都过的好几十年了, 当事人呢, 都已经死了, 即便有活着的时候, 我觉得在黑水营之战当中啊, 那也是一个小角色, 一个小兵, 因为您平时啊, 看我给您搜集来的这些图片, 当年的古画人物画像, 您就知道, 这些将领啊, 基本上都是老头子, 如果呀, 是他听了的消息, 那基本上啊, 就是道听途说, 老兵吹牛, 再者了, 这赵会的奏博当中啊, 提到过, 抢驼马, 抢不了, 为什么呢, 因为这十里连营啊, 把黑水营围的是水泄不通, 人出不去, 那么说抢不来驼马, 反倒能抢来活人了, 并且呀, 一抢啊, 还抢一对, 这前方啊, 给乾隆皇帝的奏博当中, 曾经多次提到, 小合卓回到了叶尔强城之后, 做好了充分的抵抗战斗准备, 这叶尔强城周围呀, 那可以说是金碧青野, 物资呢, 转移到叶尔强城, 人啊, 也撤离到叶尔强城, 小合卓这道命令啊, 那可不是你愿意去不愿意去的事, 那是必须得去, 他就曾经说过, 不能给清军留一个劳力, 一粒粮食, 那么说这大尾巴老百姓啊, 那肯定都会躲避战乱, 没事的夫妻两口子, 跑这个清军大营边上溜的什么去呀, 还有一件呢, 最为关键的事就是啊, 能出来抢罗马抢人, 就能往外突围, 那有这功夫干嘛不跑呢, 险一险让人围死在黑水营里, 这图什么呀, 综上所述啊, 我在这儿奉劝您, 无论以后您再听谁跟您说, 这赵惠军门在南疆啊, 这黑水营战役当中吃了人了, 那都是纯属, 放屁 放屁